謝謝主持人,IPEG在台灣開會這件事情 大家為什麼會對中國反感? 大家要去想一想,一個國家有沒有很多人對台灣反感? 好像沒有,可是為什麼大家會對中國反感? 大家要去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 很簡單,當年中國有一個共產國家集體領導 開始要發展的時候,大家做了什麼事情? 全世界西方國家協助中國發展他的經濟 經過了胡錦濤,經過了江澤民這些人的努力 集體領導的努力,中國富不起來了 然後習近平上台把這些東西統統拿走,一人獨裁 那你覺得西方國家會怎麼想? 你中國欺騙了我們嗎? 你原本答應我們要從一個集體領導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結果你變成了一人獨裁,變成了一個獨裁者的國家 那我們怎麼辦呢?我們花了那麼多的心血,花了那麼多的精神,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結果中國變成一個獨裁者的國家 吃可忍,輸不可忍啊 怎麼辦?民主國家沒有辦法說我就是要把你打回來,把這些東西要回來,不可能 因為這個國家的政策是人民來決定 所以議會很重要,議會必須來做修正,把它以前對中國友善的這些政策開始做修改 那現在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一個事情就是中國的電動車 這個世界上的電動車發展由馬斯克開始到現在,中國的電動車崛起 結果呢?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大家有沒有想到?所有的歐美的車廠全部都接臨垮臺的問題啊 為什麼?因為只有唯我獨爭,我用中國國家的力量補貼電動車 讓你們所有的車子都賣不出去,我中國就可以獨佔這個市場了啊 那你說歐洲人開不開心?美國人開不開心?日本人開不開心?大家都不開心? 因為電動車廠後面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經濟支撐的一個工業體系 當他的工業體系被你中國電動車打垮了以後 請問他怎麼辦?他怎麼活下去?這些工人怎麼活下去? 大家為什麼要反中呢?我覺得中國人真的要好好想想 為什麼大家要反中? 那我覺得台灣為什麼可以加入IPEC 因為大家發現台灣願意與人為善 台灣可以成為大家的夥伴 給中國看到中國人可以變成什麼樣的人 這個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為什麼要加入IPEC? 那台灣為什麼到現在才能夠加入IPEC? 因為國民黨不肯加入IPEC 加入IPEC的條件是執政黨跟反對黨要同時間進入這個組織才可以成立 台灣由於國民黨一直不肯參加IPEC的會議 所以台灣一直不是IPEC的會員 這也是為什麼IPEC今年特別要到台灣來辦公會 因為我給你國民黨一個機會 讓你能夠參加我這個會議成為我IPEC的會員 結果國民黨還是沒有參加 國民黨沒有參加 原先的理由是說沒有收到邀請 所以我們不敢來參加 人家秀出工人以後才發現原來是你們國民黨不願意來參加 因為理念不同 所以反共不是國民黨的理念耶 哇那你們國民黨是看不起蔣經國還是看不起蔣介石啊 當年蔣介石要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 殺了多少台灣人 抓了多少台灣人關起來 因為你們不反共 所以這些宣誓都是假的嗎 還是說你們國民黨現在看蔣介石死掉了 所以就不要反共了 沒有中心思想 長頭炒 這是令人噁心 今年由於民眾黨的陳昭之委員 他參加了這個IPEC的會議 讓台灣變成有機會才要加入這個IPEC 那我告訴你民眾黨陳昭之委的加入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國民黨一定會被台灣人拖了氣 因為你連反共都不敢講 你們連中心思想都沒有 我相信這個對2026年的台灣選舉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是不信心思想 然後你拿出來 都是有一個影響 但是我會讀來 可以速度